一念起天涯咫尺 一念灭咫尺天涯 钟丽提出演的同名电影 色界又名轮回 相比李安的那一部 这部电影的精彩程度 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尤其是那个钟丽提的那个 你们懂的 是名副其实的一托成名 个人觉得这部电影 才是真正意义上符合色界这个名字 故事发生在印度海拔 一万五千尺的高原上 一行僧人赶着罗马前行 一望无垠的风景 把他们衬托得很渺小 这时一块石头从天而降 正巧砸在了一只山羊的头顶 它摔倒在地 阴阴一息 这一幕被僧人们看到 他们围在山羊身边 看到一个鲜活的生命 就这样死去 僧人们很痛心 师傅阿普抚摸了山羊的毛发 又摸了摸年纪尚小的小僧人 仿佛是在感叹着生命无常 整理好心情 他们继续前进 穿梭在高原之中 从蓝铁白云走到夜幕降临 僧人们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去迎接 在石窟里修炼了三年三月 三星期零三天的达氏 尘封椅子的木门终于被打开 黑暗之中的一缕光照进了石窟里 达氏闭着眼坐在台阶上 他的头发干枯 像稻草一样 胡子和头发都长过了肩膀 样子很是奇怪 一个年轻僧人 拨开他的头发 扶在他耳边说 达氏 我们接你回去 年轻僧人在他的眼睛上 蒙了一层布 防止出去的时候 阳光刺山看他的眼睛 就这样 达氏在众人的保护下 伤了马 他就像佛祖一样 弯中瞩目 令人钦佩 随后他们来到河边 僧人为达氏捡去 又黑又长的指甲 剃掉头发 为他惊喜深深的黑泥 他像是一朵 出于拟而不染的莲花 承接于世 旁边的小和尚 看着这个奇怪的人 不禁脸上露出笑容 好一个又丧又奇怪的人啊 一星人服侍达氏的样子 在小和尚的眼里 就是个乐子 经过一番长度跋涉 三人们回到了寺庙里 其他人纷纷迎接凯旋而归的达氏 因为三年打错的缘故 达氏需要别人的搀扶才能走路 还需要慢慢的恢复体力 过了一阵子 达氏参加了寺庙典礼 他完成了三年进修 被告知可以正式通往涅槃之路 审视能温普利禅师 还属于达氏宝贵的修成业 表扬他的境界 被表彰过达氏 直高气扬的走出屋子 他感受到了自己的部俗与孙贵 面试地看着坐在下面的小和尚们 回到房间 他还与师弟打去 心情十分悠閒自在 日子一天天过去 这天达氏为村民们做法起伏 僧人们戴着争鸣的面具 随着驱眸的音乐 挥着长袖跳动着 然而只有达氏坐在地上 一动不动地望着人群 人群中有一位母亲 正在给孩子哺乳 这是达氏第一次看到女人的身体 竟然入了神 连做法都全然不顾了 师父阿普看出了他的心思 李曼仁告诉阿普 带达氏去丰收节 转移一下注意力吧 顺便放松心情 然而在丰收节上 达氏无心诵念佛经 目光却一直被一个漂亮妹子所吸引 她就是我们的女主 瑟玛 达氏的异常都被老僧人看在眼里 不断咳嗽提醒着达氏 不要分心 夜晚达氏睡不着觉 提着有灯四处有走 在走廊里邂逅了白天的姑娘 瑟玛 两个人顿时好久 云响异常 花响容 宽衣服袖 路滑浓 潜心修行一千日 不及姑娘 风震红 这一幕深深的印在达氏的脑海中 以至于睡觉的时候 还梦到了瑟玛 在佛家里 这似乎不是什么好的征兆 第二天 做完法师的达氏 要走了 在村口 再次遇到了不远处的瑟玛 两个人确认过眼神 应该就是可以内啥的人 眉目间传递着 欲说还休的情愫 就连一旁的瑟玛未欢夫都看得一愣一愣的 不会吧 我这未过目的妻子 该不会是看上这兔驴了吧 回到寺庙中 达氏做了一个美美的梦 师弟发现达氏居然尿床了 嗯 多大了还尿床 呃 你们ZP 达氏在他心中的伟安形象瞬间坍塌 师弟落下了无奈的泪水 五倍僧人 一辱为柔 辱却蜷缩被我 于是师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阿普 阿普知道后很生气 但又无可奈何 于是他给了达氏一张地图 让他寻找答案 达氏升级白马 安图索记 来到了另外一所寺庙 见到了一位老僧人 到了夜晚 老僧人从箱子里拿出几张分灸的纸 递给了达氏 达氏定眼一看 上面的内容居然全是一些男欢女爱知识 正当达氏不解 老僧人示意 他把纸印在烛光下 达氏照送 却看到了男的女女 变成了一具具骷髅 这其中的意思是 达氏快要触碰到了禁忌 七形六欲 不过是一魔作祟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戒欲接色 让他回头是暗 否则就白发了三年多的修行了 看着一张张小黄图 达氏若有所思 老僧人不知他能否顿悟 这其中的含义 只有自己去感受 随后达氏快马加鞭 回到寺庙 他第一个要找的人 就是师父阿普 随时阿普吹着乐器 达氏站在佛度身边 对着阿普说 佛在二十九岁前 仍然过着世俗生活 而我自己五岁 就开始了顿时后的苦逼生涯 这不公平 俺不答应 你说色气是魔 可我不曾尝过 伴随着阿普 吹奏了曲子声 达氏表达着自己的不解 有些东西只能拥有过 才无懂得放弃 说完达氏跑了出去 他站在高原地上 望着远方 我是风儿 你是沙 潺潺绵绵到天涯 我是风儿 你是沙 潺潺绵绵到天涯 他想随着风儿 飘到天涯海角 自由奔放 不受拘束 释放着自己的欲望 就这样 抱着对世俗的期待 达氏收拾行李 打算出发离开寺庙 领走时 他骑着白马 依依不舍地看着寺庙 但又坚定不移地离开了那里 他驾马来到河边 洗了个澡 换上了普通人的衣服 接着他来到了色马家 帮忙干起了农活 中午时分 色马应父亲的要求去送饭 过去一看 咦 这位不是前节日 挑灯偶遇的高僧吗 两个人面面相聚 半天不知道要说什么 色马一眼就看穿了 这个假和声的小心子 然后与其生气地跑开了 你这是干什么 你可别告诉我 你是为了我才还俗的啊 我可不想成为你 修仙成仙的俗爱啊 达氏解释说 不 我是为了我自己 不过 你对我就真的只是想多愁两眼吗 如果真的如此 贫僧不日久走 说完 达氏就离开了 只留下了色马一个人在那里 陷入了神思 书上说 确认过眼神 就是可以盘的人 于是色马就主动找到了达氏 两人一眼不合就 如果感到幸福 你就拍拍秀 古人有原因 日脚双情 被摇裹 脚日生爱 难取舍 慢慢的 两个人在一起了 但色马 毕竟是个定过婚的人 家人已经将他 许给了村西头的马羊 面对爱情 与承诺的两难抉择 无助的色马 把命运交给了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拿着一盘黄土掐指一算 根据婆的姨妈显示 本月十号是个结婚解日 色马的老爹不解的问 不 不是 跟谁结婚呢 先生一愣 我儿我呢 不是马羊让我来给达氏和色马 算日子的吗 所有人都愣住了 坐在一旁的马羊 却微微一笑 爱一个人 就应该成全他 别动 叫我绿巨人 然后拍拍屁股 就走人了 色马找到了马羊 问他为什么这样做 马羊说 我虽没有吃过猪肉 但是天天看着猪跑 你俩天天门来眼去的 哥老远都闻见心味了 与其坚持跟你结婚 老子还不如成全你们这对狗男女 不久后 达氏和色马成了婚 他们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尤其是达氏 他体会到了佛祖 29岁前的洒脱 也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感觉 怎么去形容呢 曾经 你以为有刷双手 就可以拥有全世界 可当有了妹子之后 才发现 哦 丝滑柔润的感觉 真好 很快 色马划上了达氏的孩子 这天 达氏撞进了一只位村民 贩卖粮食的杜华 他发现杜华 缺精少脸的鬼把戏 于是不顾旁人阻拦 直接戳穿了他 喝退 缺精少脸的剑伤 信不信我投诉你 杜华却假装成受哀者的样子 难道你们也不相信我了吗 真是白瞎了我这个人了 那以后就别再合作了 说完就愤怒的离开了 傍晚 色马表示不赞同达氏的做法 只要能给他们的粮食卖出去 缺精少两也无妨啊 而子达的村民 也一直指责达氏 认为他搅和了村里的买卖 断了他们的财路 达氏则一连无所谓 我自己也可以把粮食卖出去 而且一定的卖个好价钱 隔天达氏齐城去城里卖粮食 果不其然 买他粮食的人很多 而且开出的价格 也高出了杜华好几倍 昨天还骂骂咧咧谣言要退出群儿的村民 以下来都变了态度 他们把达氏夸上了天 说除了娘子 他们现在最崇拜的就是达氏了 达氏再次感受到了重心捧约的感觉 爽啊 达氏赚了很多钱 在回去的路上 却遇到了三个骑马的男人 他们警告达氏说 小东西 你竟然跟杜华对着干 真是招死 说完便骑马离开了 达氏一行 这边刚进了村子 就听到远处有人喊 色马快要生了 达氏净壮赶紧非奔洪家 可是却被奸生婆挡在门外 女人生孩子 男人是不能进来的 就这样 达氏在门外焦急的等候 趴在门边听着妻子的声音 虽然着急 但是想到家里即将新天成员 以后可以趾高气昂的 对着别人的鼻子大吼叫爸爸 达氏的嘴角就不仅上扬 经过了漫长的等待 色马终于生了 是一个可爱的小男孩 众人围在孩子身边 纷纷恭喜色马与达氏 镜头一转 村民们弹错着乐器唱着山歌 祝贺达氏把粮食卖出了好价钱 达氏正给村民们分着钱 这时走了一个漂亮姑娘 名叫苏雅坦 也是色马家的一个工人 两个人还没说上几句 这氛围突然就变了 一个搔手弄姿 一个美目传情 达氏现在算是村子里的一间领袖 宁心有为相貌他郎 基本上是每个女孩都会得到动心 达氏作为修佛不成重返世俗的人 对于女人的欲望自然是无止境的 更何况这小娘们儿又年轻又漂亮 眉峰之间一点黑 胡子右侧一颗痣 堪称完美 专业间几年过去了 儿子已经开始学写字了 爱情事业双丰收的达氏 在这里混得风生水气 这天达氏看到以前的情敌 马扬还在把自己的粮食 卖给二多贩子杜华 达氏连忙冲了过去 需要马扬不要再卖给他了 因为他是个骗子 自己可以帮他卖个更好的价格 站在一旁的杜华很不爽 嗨我去怎么哪哪都有你啊 行那就让马扬的粮食 浪在骨仓里吧 说完就带人离开了 马扬也很生气 我的事情你怎么总来惨火 拽着达氏的领子 把他摔在地上 然后愤然离去 不懂人情事故的达氏很疑惑 为什么他不与自己合作 明明自己可以帮他卖个更好的价钱 色马安慰他 也许马扬结了婚 订了信就会同意的 现在还不是时候 然而就在傍晚 达氏闻到了着火的味道 他衣服都没拉得及穿 就赶紧跑到屋外 看到此番情景 顿时傻了眼 屋外熊熊大火 燃烧在田地里 村民们集体出动 期待扑灭大火 过了一夜 人们终于将火扑灭 累坏的达氏 摊坐在色马的怀里 这时他看到了马扬 然后愤怒的想要去揍他 是不是你放了火 马扬也很无辜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谁干的 你自己不清楚吗 达氏一想 那一定就是杜华干的了 于是他快马加鞭 离开村庄 来到了镇上 找到了杜华 杜华见到达氏来 一脸茫然 但是也没说什么 达氏坐在杜华身边 把杜华的牌子 抱起来挂到了墙上 又把桌子上的东西 全部丢在地上 然后一手一个朵龙钻 就直奔杜华而来 结果可想而知 当色马赶到的时候 达氏已经被做得不成样子了 杜华愤怒的说 蠢阔 你以为是我烧了你的谷地 我告诉你 达氏受了伤的缘故 再或者是 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缘故 从那以后 色马就替他开始了卖粮之路 达氏自留在家里 独售空房 就在这时候 苏牙坦主动找上了门 哎呦我的天哪 嗨 嫂子不在家吧 我们工期到了 我是来领工钱走人的 达氏把钱递给他问 你多大呀 说着就走到苏牙坦面前 哦 坦坦也没有拒绝 坦坦也没有拒绝 两个人就这么肯冷起来 接下来的东西 我就不放了 那不是一般的高能 就在这时 色马回来了 达氏连忙赶苏牙坦走 坦坦却十分淡定 哐啥 嫂子说这事迟早会发生 达氏一听都愣住了 嗯 几个意思 我脸上就写着银棍二字吗 没有克制住自己的节操 达氏感觉很疏落 他认为自己爱上了色马 就不会对其他女人 有非分之想 但我还没想到 自己还是高估了自己 一再突破自己底线的达氏 一个人来到了山坡上入定 大老远看到一个人直奔他来 原来是多年未见的师弟 师弟说师父已经去世 缘寄之前还给达氏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 我夜未尽会继续轮回 来世若能相遇 或许你能告诉我 满足一千个欲望 与战胜一个相比 哪个更重要 短短几句话 点醒了身在迷津的达氏 看着与修行 渐行渐运的自己 他决定剔去头发 抛弃妻儿 继续回寺庙里修行 他脱下了宿装 犹如一开始脱去僧衣一样 光着大定走进水里 接受了洗礼 苏玛这道达氏的选择 他眼含泪水 站在路旁等着达氏 并认他说 当年施加摩尼跟你一样 为了寻求觉悟 修行成佛 也是一声不吭 丢下妻子和孩子就离开了 从来没有考虑过他们的感受 达氏啊 若你可求佛法 像对我的爱欲一样热烈 你不用回到庙里 在神日中就可以修炼成佛 引外之意酒肉穿长过 佛祖心中流 没有正念 闭关三年也是枉然 修行的力量来自内心 而不是外界 达氏明白瑟玛的意思 他哭着说 对不起 我属于寺庙 我不能再跟你回去了 看到达氏选择回寺庙 瑟玛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放下他 遗忘在家里的佛珠和沐鱼 转身离去了 达氏看着瑟玛的背影 倒在地上痛哭起来 感情一旦撕扯起来 那种窒息感令人无助 平静之后 达氏看着眼前的道路 一面是家 一面是佛 不知何去何从 故事到这儿就彻底结束了 达氏有着现在的处境 都是自己的选择 在寺庙中 他渴望脱离苦海 去寻找自己的春天 然而在师父走后 他又开始动物人生 悔恨自己的选择 这种飘忽不定的人生态度 注定淒厉子散 两边都不会得到好的结果 人生中 能够让人学习的地方 结实到 修道不在于外界 而在于自己的内心 内心一片海洋 你注定畅游在海里 内心一片沙漠 你定漫步于荒漠间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佛即是花 花即是佛 好啦 我是用无一切的娘子小小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爱你们哟